今天做些什麼? 香茅豬扒 材料有什麼? 很簡單 材料有 豬扒 蔥 薑 青檸 香茅 乾蔥 蒜頭 還有雞蛋 豬扒 我們可以在凍肉店 選一些梅頭豬扒 我建議選一些肥肥 羊粒 現在最主要是讓它清洗一下 洗兩、三次左右 沖走一些雪味 好 水分要吸走 稍後醃肉才會入味 香茅切碎 我們可以先拍一拍 表面那層衣 第一層可以不要 頭也不要 乾蔥 蒜頭 蒜頭 蒜頭三粒夠了 生抽一湯匙 糖一茶匙 鹽半茶匙 青檸汁半個 雞蛋半隻 薑汁少少 生抽一湯匙 生抽一湯匙 香茅 乾蔥 蒜頭 攪拌所有醃料 有人喜歡醃肉之前 剁豬扒 剁鬆軟 剁軟 怎樣剁呢 就是 剁完之後會鬆軟 剁不剁就自行選擇 剁之前也要吸一吸水分 醃料 醃料 很簡單 底 面 這個時候 底部還有很多配料 先放一些在底部 用底一塊 這樣 再放少少 摺上去 再放少少 再放一塊上去 再放少少 再摺上去 淋上去 保鮮紙 現在放到冰箱 放至少三個小時 至一晚 煮好飯 煮好飯 這個時候 我們做好蔥 這個蔥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先洗洗 可以加半茶匙的鹽 這次我會遇到少少油 為甚麼呢 是做到可以半煎炸的效果 當然想健康一點 當然是少油煎 油滾起了 我們拿少少 這樣 就倒在這裡 是滾油 來的 蔥加了鹽 之後拌好油 就很香 大家看到兩塊有不同的 這一塊呢 就是我沒有剪筋 還有太高油溫 它就會彈起來了 這個呢 就用慢火 大火 可以大火逼油 30秒夠了 不要太久 熄火 可以先夾一夾些油 最後呢 加點蔥 我就不蘸汁的 我加少少生抽 這個呢 完成 好了 又做了試吃的環節了 我們先試一塊豬扒 嘩 好入味 好入味 配飯一流 還有蔥 嗯 大家可以用少些油 但我喜歡這樣吃 因為比較香口 嗯 沒得過 吃下去呢 口感就結實些 都很軟 我想呢 自己做平均的飯 都是十幾塊而已 不跟大家說 這個做法好吃 好吃了 吃完一個 吃完一個